HELLO 大家好,我是Rick and H 十月吃日公布了主在之地的第二批新牌 这次就比较少,只有七张 今天就来一起看吧 好的,那么第一张呢就是 巨石凤蛋会二费二二 破晓这个版本就有buff了一下 就是主要是来跟之前的轻音体系很像 就是主打buff自己和友军的蛋会 然后用这个比较高的蛋会去碾压对手 然后但是呢比较尴尬的呢 就是兽头手段不是很稳定 然后这个只是本回合 所以呢不是永久的话 那么就可能对他的评价就更加差 所以呢是不是好 我是觉得一般 至于夜灵方面呢会比较灵活啦 但是二费二二只加一公司有点尴尬啦 零减白克仓库 帮得成二费地标 如果持牌照到七字则反而会被召唤 召唤机甲月的蛋会是富裕其 随机特性 第一个 七牌的地标 有可能有用啦感觉上 如果是七牌然后有一个免费的资源都还不错 但是机甲月的蛋会就可能有点烂就是 目前来看机甲月的蛋会 还有这个蓝宝不太能组成一个比较好的排除 但是还不错有趣 明显于他比尔吉沃特的装备 二费一公零血 为何攻击 下一回开始 抽一张牌并付予起飞式 可消耗九点魔力 改打出 18罗斯 18罗斯 九血比尔吉沃特蛋会 900 明显足 本牌举我方位抽一张牌 此牌变化的加一加一 起牌只能有攻击力为4以下的蛋会格打 武器是有点亏 但是 不是不能接受 二费 然后 攻击才可以 抽一张牌 费4 虽然有位和 而且做的事好像有点多 但是我是觉得一般般 这个 18罗斯 明显足 只能叠体质 虽然 力量是以下 的蛋会才能格打 但是感觉 一般般来说 九费真的是太贵了 主灵之士 比尔吉若特 一费 赚助法术 本回合 给予一个敌 军单会若是 月盖单会 日本回合震丸 只对 敌方主宝造成一点伤害 很强 但是应该不会 自己带 就这样 配合纳米又是来搞对手的 但是 自己 不一定会带 就是可能 是一些单会 或是法术生成的 就会有机会生成到 他那么就有可能很强 雪 麒麟 博雷 卓德 当会 九费六六 蛮力 召唤瓷白石 本牌绝 我放美 召唤一个 卡牌 次类 则赋予所有 当会加一再一 卡牌次类就是那些 轻鹰啊 那些牌 会写的那个 类别 轻鹰啊 普罗这一种 感觉 九费是有点重 但是 是蛮强的 但是真的是 太贵了 自己不一定会带 并列 福利尔佐的 二费慢速发速 对所有目标 做成1.3 或 摧尾一个单位的装备 二费摧尾单位装备 是有点贵 但是 这个二费的 LE是不错的 感觉 再看快攻 是不错 因为 散费全场打1 虽然是快速攻击 不过 比较贵 这个虽然是慢速 不过 如果对手 T2的时候 召唤了3个1攻的话 那么 你 慢速发速打出来还不错 那么 以上就是 主在智利的第2批新牌 感觉 就一般般吧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 那么我们明天见吧 拜 by bwd6